各位老师大家好 自从九年一贯开始以后 客家化在学校 特别是在国小开始教了 在教客家化的时候 很多老师感到困扰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音标是从来没有学过的 这个讲师就是要介绍 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客家化的音标 很快速的把它记起来 让各位老师能够很熟悉的来使用它 那么现在在教育部公布的拼音方案里面 是在92年2月27号 有公布了一个叫台湾课语通用拼音方案 当然这个拼音方案 各界有一些批评 不是最好的 但是见仁见智 拼音方案在我们的看 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呢 我还是在这里跟各位老师强调 不管是通用拼音方案 或者是所谓的土鲁堡方案 或者是教会罗马拼音方案 我都是赞成的 只是希望各位老师 任何一种拼音方案 要熟悉它 然后再融会贯通 那么我们就先 带各位老师来看 这一个已经公布的 台湾课语通用拼音方案 好 在荧幕上我们看到 92年2月27号 教育部公布的台湾课语通用拼音方案 它分有声母表 怨母表 还有陆声怨 还有声调 好 在这声母表里面 我们可以算出来 它有16个 来 来让四线化可以使用 21个符号 来让陆海风枪可以使用 那这些 非常好记 只要你会啵啵摸佛的 你很快就可以记下来 那 为了帮助各位老师 能够很快速记忆起见 各位老师可以看我这个手写 喝 就是各位老师在 教啵啵摸佛的时候 你只要念到喝 就是一个一组 好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荧幕上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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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喝 喝 对应到 B P M F D T 那 L G K H 我相信各位老师都有学过 KK音标 这些都是KK音标所涵盖的字 好 所以非常简单 到喝就好了 另外的字要怎么样来记呢 像 支 支 支 这一组字 另外 支 支 支 日 这一组字 大家可以看到 是支支支后面加了H 比如说在支支支支后面都有加H 所以表示它是一个 在英文里面叫aspiration 但是这里我们不特别讲说是aspiration 只是符号上方便 所以你能够记住这支支支 再加三个H 就变成支支支 那在新竹枪里面还有个H 啊 所以RH 这样就可以全部记下这个 7个字 所以支支支 然后再加H 支支支 然后再一个新竹枪的RH 特有新竹RH 然后呢 再记一个V和N 在一部所公布的字里面 这两个音是客家化独有的音 所以它用one和in 来帮助各位记忆 不过呢 我有个建议 各位老师可以用 癌 客家化常常讲癌 来代替这个in 会 来代替one 叫癌voi ng是癌 v是voi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全部记住下来了 好 那当然后面我才会有口诀 跟老师分享 还有更好的方式把它背下来 好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悦母表 AEUAO 我相信各位老师一听就知道 这个跟日本音很像 AEUAO 非常简单 在一个 诗的空运 后面的呃的声音 诗 像老师的诗发到后面是 诗员 所以在四线箱里面用到这前面 AEUAO 再加个呃 可是在新竹箱还会多加个呃 就是小称词 比如说 走呃 桌子 走呃 它多了一个呃 换句话说很简单 只要 日本话的AEUAO 再加个呃 和新竹箱呃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看 呃 这公布音标里面还有录声字 叫P T K 在一个音的后面 P T K 就代表录声字 教育部给我们的是 哥 虾 呃 呃 呃 客家叫做呃 但是我认为这不好记 最好记的方法是 你 发 vo 就是 入 阔 呃 没关系 呃 待会会有更好记得 打在荧幕上 那么 教育部还 给大家 呃 公布一个调型 就是高频调 高频是上面没有符号 还有个低声调 就是 国语的第二声 低频调 低频调 因为 打勾的 符号很难打 所以用 为了 配合现代的电脑 它用 字母下面一条线 作为低频调 还有中降调 低路调 因为讲路声就有PTK 它用P来代替 低 所以是A下面有个横向 up 那高路调就是 这个 A的 上面 和下面 都没有任何一条线 是高音 收收的音 后面有PTK 就是路声字 所以 他用AP up 来代替高路调 那新竹枪还有个中平调 就是在我们的字母上 有个A 上面还有条线 它的音质就是Dore Mi Faso的 咪咪 咪 阿 阿 这样子 好 在这个教育部所公布的 台湾科语通用拼音方案里面 只要是打信号的 都是代表新竹枪 换句话说 苗栗的 讲客家话的人 他不要管这些打信号的 因为他声音都没有这些音 好 那么 呃 标音符号 如果 第一个母音字母是I的时候 将声调符号标记到后面的母音字母 如果后面没有母音字母时 只有I字母时 则去掉I的一点标记 在I字母上面 或标记在I字母的下面 这是教育部所公布的 也是 给你 给私 感谢观看